从芝加哥飞到旧金山 再从旧金山飞到上海 最终我们到达了成都 参观了成都的几处魅力打卡点 从我们下榻的西藏宾馆 坐地铁到达四川省体育馆 沿着这个体育馆路向西走 不久就可以到达御林北路 赵雷的这首成都把我又带到了成都 成都里的御林路尽头的小酒馆 让我们又不得不附庸风雅地走到御林西路 55号并打卡这个小酒馆 而且也是在一个类似的英语的日子里 我们沿着御林北路 御林中路 然后到御林西路 我们和老朋友杨医生也在这几个御林路中穿梭 随着手机的导航就到达了御林西路尽土的小酒馆 只是我们是早鸟的人儿 来到这个地方只是为了打卡 酒馆要到下午的晚些时候才开门 御林路故事之一 当然源自歌手赵磊的歌曲成都 这首歌词走到御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就让御林路和他的老式小酒馆 被赋予了浪漫怀旧的色彩 自歌曲发布以后 御林路也就成了很多年轻人 以及游客的打卡地 他们来这里寻找歌曲中提到的那种 那份情感和故事 包括我们这些再不年轻的老顽童 也慕名而来 除了歌曲的影响 御林路本身就是成都市井文化的缩影 这里街道两盘充满了传统小吃摊 老旧的居民楼和地道的火锅店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 街坊邻里之间的关系 亲密体现了成都人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而这儿就是御林路 尽头的那个小酒馆 打卡一下吧 我掉下眼泪的 不知昨夜的酒 让我意义不舍的 不知你的温柔 一路还要走多久 你攥着我的手 让我感到为难的 吴侯慈是成都西南方向 为纪念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 以及相关人物而建的寺堂 也是中国著名的三国文化遗址之一 吴侯慈始建于西境 经过多次修缮 现已成为中国保存最完整 规模最大的诸葛亮纪念寺堂 主要建筑包括大门 二门 刘备殿 诸葛亮殿等等 大门上悬挂着汉昭列庙的蝙蝠 进入四堂后 便可见刘备殿 供奉着刘备的塑像 刘备殿之后是诸葛亮殿 供奉着诸葛亮的塑像 象征着忠诚智慧和谋略的精神 当然参观五合子是要购票的 所以这是入口的地方 这是最著名的三绝碑 由唐代书法家柳公泉书写 是书法艺术的真品 全名是 书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 又简称堂碑 是镇馆之碑啊 曾经常有提市 此 Anime师父 当 tenían闭上汉诈穋 刘冠章峰桃园三接一 刘冠章桃园和萨汈对 刘冠章桃园三接一 刘冠章桃园三接一 刘志不打算 刘冠章桃园三接一 三一庙有拜殿 大殿和两郎组成 大殿内所有刘备关于张飞的泥塑像 拜殿内有两组黑色大理石画像的石刻 分别刻有桃园三结义和三英战旅部 正殿五开间 屋架的样式属于台梁市 大门内东侧挂一个大钟属于常见的礼器 大殿中部三间靠后强处设有神坎 内置泥塑像 温宇 刘备 张飞 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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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bun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诸葛上 诸葛亮的孙子 这是诸葛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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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座硕像就是诸葛亮的硕像 它的像的前面摆放着无数的鲜花 都来自民间 在午后词的西南角是刘备的慧林 是蜀汉开国皇帝 刘备一生致力于建立理想的王朝 慧林的存在象征着蜀汉在三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慧林实际上是修建最早 是午后词文明古今的开端 占地2000平方米 风土高12米 有一道180米长的砖墙皇户 临前有汉赵立皇帝之灵碑 清乾隆53年立的 刘备是公元223年4月 病逝于白地城后运回成都安葬 墓中还有刘备先后死去的甘吾二位夫人 这儿陈列的是蜀国内阁成员 左城右巷 还有些大将 各个有名的人物 陈列在这个地方 啊关羽 张飞呢 这个关羽的话 他在特有一个形象 并不是大家想熟 这个关帝庙的一个形象 那种红领和风鸭 山川味好 走龙三圈 清农业旅 刘备 后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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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2021年4月203年就死掉了 两年了 嗯 啊 啊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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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官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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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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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 宗盛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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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